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同样的衣衫同样的笑颜 和你手拉手转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系了我的胶线 新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得定到永远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浪费 您好 陆太太 我是陆总的管家 您可以叫我徐伯 欢迎你 徐伯 您叫我简安就好了 那怎么行啊 您和我们陆总 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那就是我们陆家 名正言顺的太太 老夫人已经交代过了 让我好好地照顾您 谢谢徐伯 苏小姐 您的心理箱在这里 你们家陆总呢 他应该在开会吧 我帮您问一下 不用了 还是开会做主要 你们俩真的不用管我 那我带你去房间 请 陆太太 我给您介绍一下陆家的环境 这是餐厅 那是厨房 这里是客厅 哇 这么大的房子 就你们两个住啊 要是糟了贼可怎么办 陆太太 这个呀 您放心 咱们家有智能防盗系统 只要一按按钮 整个别墅全都封闭 断网断电 无论是谁 都会插尺难倒啊 这么厉害啊 我会在这里 苏点案吗 请问您是 我是杜社长 不是约了你这两天来公司吗 你怎么没来啊 我 我其实 没事没事 我跟你说啊 你那部小说 赶紧给我恢复更新吧 真的吗 我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你必须给我按时提交 好好好 我一定准时交稿 你放心哦 社长 陆氏集团 不是要求我们砍掉南平才给投资的吗 你看 他们不过是想杀价罢了 那跟林南杀人事件这本小说 有什么关系啊 你坐坐坐坐 这事儿你就不懂了 那陆总 那现在得追这本小说 他这个大忙人 哪有空看这种小说啊 而且 苏简然写的也不怎么样 那大总裁的审美 那能和一边人一样吗 那天陆总表面上轻描淡写 但可以看得出 他十分喜爱那本小说 所以 这本小说的及时更新 就成了打动陆总投资的关键之一 这就叫投其所好 顺势而为 社长 你还真是老江湖呢 就很帅 陆太太 陆总为了给您营造一个 更好的创作环境 他把自己的主卧 腾出来给您住了 还特地布置了一下 这边是您的书房 这么少女心的房间 我怎么创作杀人事件啊 您的房间在这边 先跟我来 这么大 徐伯 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件 哪怕小一点也行 没有船也可以的 您这就为难我了 我也只是服从陆总的安排 那您先休息吧 有什么事叫我就好了 谢谢徐伯 谢谢徐伯 一年不长不短 足够我把所有事情留税了 到时候老爹那边 就再也没领逼我了 没准还能替家完成目标 早点摆脱路不沿这个家伙 这什么鬼 哪有爸爸这样祝福的 目前主流文学市场 已经被纵横网 及陶然文学网瓜分 前者呢 拥有庞大的男性读者群体 而我们此次要收购的 陶然文学网 则是以女评小说为主 以往文学网站的主要收入来源 依靠于衍生开发 而目前游戏市场 及影视行业均显皮态 IP价值明显下跌 陶然文学网想要杀出血路 必须舍掉男评小说 将精力及资金 全部投入到女评小说上面 以上就是我的总结 陆总 继续 那么我们今天的投资项目分析 差不多就到这里 现在请陆总 跟各位合伙人一起 投票表态 影视剧也是以女性受众为主 这个建议我赞同 砍掉男评 大家觉得怎么样 看掉吧 有道理 补自己的短板 不如提高自己的长处 我也赞同 行 那就砍掉男评吧 散会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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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工 开工吗 昏暗的灯光 让凌南感到更加的不安 但为了抓住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只好鼓起勇气 挣了正胸口的粉色玫瑰 坐在吧台前 陌生男子的身旁 凌南眯着眼睛 打亮着这位陌生的男子 酒宝 来杯Pink Lady 请这位女士 半档 讲究 鸡尾酒 都能喝出奶茶的味道 我要的货呢 陌生男子笑着从花中掏出一些手枪 对着凌南手套 凌小姐 我们主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你 就做一辈子提死鬼吧 一滴冷汗化落 凌南反复回应脑海中的画面 是谁出卖了自己 KD吗 还是派大西 永别了 你没有想到吧 我早就识破了你的身份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太小看了月龙 智能威力了 只见零南大喝一盛 变身 变身个鬼呀 在这个鬼地方 怎么创作嘛 这场酒吧戏开怎么办呢 还要拖出女性特工的性别优势 通过女性魅力获取情报 女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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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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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女性魅力吗 啊 这什么鬼啊 啊 该怎么办呢 有了 喂 小夕 大作家新婚第一天过得怎么样呀 一天都没有见到人 不过挺好的 虽然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是 各个各的 互不干涉 大姐 你有没有搞错 这么一个美男子 放在你面前 居然不动心 人家可是国民老公啊 拜托你给我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哪有这个行星啊 还得敢搞呢 咱们大作家 还真是只爱创作 不爱美男呢 打住 你就别小讲我了 小夕 小夕 你赶紧教教我 如何施展女性的魅力 我有一场女侦探 在酒吧色诱的血 好不说 这个我最拿手了 不行 真的不行 哎呀 有啦 有你什么呀 穿成这样是来酒吧 不然你来干嘛 嗯 来 来 咱俩合格赢 一二三 嗯 多美啊 我去炫耀一下 多漂亮的耳环 还有这么好看的发型 这么好看颜色的嘴巴 你今天就是小仙女啊 记住 你今天是女主角 嗯 走啦 还巧啊 快点 我们可以看到 陶然文学网 目前签约的男品小说作者 人数为三百二十一位 如果现在终止合约的话 我们需要支付的违约金 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我们只能把我的设计 让他在一起 你看到他们在一起 哦 我来了 你这个是 我没关系 我回来 一辞着 女人的 可以 再每一辆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我呢 有什么 我真的要去 去坐 坐你了 你老公给我点赞了 你是不是我加他微信了 你结婚的时候呀 你给我删了 怕什么 你看 你老公都这么支持你 说 你要找什么灵感啊 如何施展女性的魅力 心反派 获得秘密 打起精神来 让你看看本仙女的魅力 学着点 唉 小西 偶尔 我呢 你把我呢 你怎么就走了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 不是要陪我了吗 拼了 你在干嘛呢 你是苏简安吧 我是你的老同学张俊凯啊 张俊凯 你来这儿做什么 老同学 喝两杯去 可我不会喝 能告诉我一下你的秘密吗 你来一杯 我 你 有 我 你 你 我 我 你怎么还这么沉啊 程萝卜 看 这是来自爸爸的祝福 我 你看我描不描条 再喝一杯 我就告诉你我多重 这回真的糗大了 好看吗 不好看 还看 不看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害羞啊 昨晚不是这样的 对啊 这不是我房间的洗手间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给我出去 这原本是我房间 只是习惯还没改过来 不好意思啊 你这个变态 屁死屁死 我们知道伤口触目尽心 汗水堤过俊俏的脸庞 身碎的双眼 凝视着灵难 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 陆太太 吃饭了 徐伯 我还要敢搞呢 就不吃了 杜社长 这件事 你就不用跟我多说了 砍掉南嫔是我们合伙人一致的意见 好吧 那既然如此 我马上和公司签约的南嫔作者解约 麻烦你了 陆总 我们下午见 我在公司等您 好 陆总 太太她不下来吃 要不然 我给她端上去吧 没事 怎么回事 陆总 收拾 赵总 董总 回来 陆总 约定过婚后不许勾三搭四 昨天的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 我那是去工作 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在酒吧里 和异性拔酒盐花是吧 如果昨天不是我及时出现 你知道会有多危险吗 什么叫拔酒盐花啊 你会不会用词啊 再说了你和韩若曦 天天在一起吵绯闻什么的 我会没顺什么呀 陆太太 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啊 你现在是我陆家的人 就得按照我陆家的规则走 陆先生 我们可是约定好的 互不干涉私生活 你有你的规则 我有我的底线 喂 雪静姐 你放心吧 我知道一切都顺利 是这样 离南山人事件不用更新了 为什么呀 雪静姐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我已经说清楚了 别呀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你等等看就知道了 别呀 算了 你写吧 你写吧 就当最终话了 就当最终话了 好 谢谢雪静姐啊 不过 待会儿 什么事啊 看到了 怎么还没睡觉 哎呦 别说不败呀 说不败呀 什么事啊 你这不会再掉 我说不败的 我说不败呀 你什么呢 不败呀 我说不败呀 我说不败呀 已经不败呀 去哪儿啊 不关理事 陆薄言 把门给我打开 怎么了 又要去找林凯是吧 要你一管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否则我就告你非法俱进啊 提醒你一下 这里呢 是我们的家 陆太太 你 把钥匙给我 不给 好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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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们可是签过不能发生肉体接触的合约 放开我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放开我 不给 放 喂 你别乱按 防盗系统启动了 拿来 来 死机了 不是吧 你这什么破防盗系统啊 赶紧想想办法啊 你不是写悬疑小说的吗 很行吗 自己破解吧 你 行 别别我没有办法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我们被锁在里面了 快点帮我开个门 啊 啊 锁 好 好 好 这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是吧 徐伯怎么走了 去妈家拿备用钥匙了 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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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陆总怎么还不知道 陆总什么时候到啊 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到了 也许是路上堵车了吧 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好好好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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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的手机有信号啊 小姐 系统ID是我设的 只有我的电话能打 拿来 我又需要的 挂 挂 我再打开 再打开 不让我工作 你也别想要工作 还以为我跟初中的时候一样好欺负啊 苏简安 把手机给我 不给 我 社长 没打通吗 你说我男嫔都砍了 她 她不会爽约吗 应该不能吧 再等等 嗯 简安 手机还了 我再不还呢 简安 我 简安 开门 想都别想 我再给你自己回来 开门 手机还给我 别做梦了 咱们今天谁都没想干活 通过预进吧 苏简安 你给我出来 苏简安 没锁啊 苏简安 江少凯 我在这儿呢 苏简安 我找了你一宿才找到这儿 你说你找别人结婚不找我就算了 居然还同居 你下来给我解释一下 我现在被锁在别墅里边了 你赶紧想办法把我给救出去 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被逼困 你别怕 你跳下来 我接着你 这么高 我怎么可能跳得下来 我不敢的 啥 赶紧呢 我在呢 快点 不行不行 那你等着 我想想办法 喂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找灵感是吧 找到我家来了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干 喂 混蛋 你谁啊 放开他 骆驼 不 你不要以为你家有权有势 就可以欺负我们家简安 你们家简安 对 我跟简安 上同一所大学 我说我们家怎么 可他现在是我妻子了 况且这也是我陆家 我还你陆家还是马家 今天简安我就定了 我对我的妻子怎么样 与你无关 下去 你 滚 江少凯 我说你再怎么生气 也不至于把人家给推下去吧 要真摔伤了怎么办 我 梯子是我车的 这位先生 你这算是私闯名宅 是我送你走的 还是我报警让警察接你走 不信 不信 少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 我再爬一次你等我 跟我犯横 我今儿就不信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先回去吧 我改天再跟你说 有 不是病婚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了 那你要保释警惕 有任何危险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另一把杆刀 好了我知道了 你赶快回去吧 不行 我 我要守在这 你快回去吧 我真的没事 那 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快回去吧 嗯 嗯 那个 替我给社长带句话 我明天一定准时加稿 陆总 这个会已经耽搁了 还去吗 那就不去了 您还是亲自打电话解释一下吧 嗯 你先回去吧 好 你说这电话都关机了啊 这不一样是无信吗 怎么办啊 咱们已经按他的要求砍掉男皮 和作者的违约金也会让咱们吃不消的 这摆了明是在给我挖坑啊 把我逼到绝路 好进一步压低价格 陆薄言 高 您是真高 上转啊 这儿呢 不要 不要杀我 没有想到你居然是侦探 陈墨 我早就发现了 原来凶手就是你 陆薄言你要死啊你 怎么走路不带声呢嘛 十点了 你到底睡不睡啊 要睡你自己睡啊 不要你想到我创作 我还得敢搞呢 那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我还得睡呢 你懂什么呀 这是我自创的角色代入 这么写下去才会更加的真实 更加有认同感啊 你干嘛 帮你代入角色啊 你早点写完 我才能早点入睡 不是吧 你这么坐着我怎么写啊 写 陈墨露出了一丝坏笑 将琳南压在身下 琳南 今天你无论如何 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不要 陈墨可是一个 心机颇深的一谋家 怎么在你口中 变得这么油腻啊 还加在身下 写不写 不写 干嘛 我帮你写 不要啊 快点我还要睡觉呢 这个魔鬼 火炼 等西兵 使不着 你可叶得 你把你帮帮您的水 秒采用 快点 快点 你帮我 你把你拍下去了 那我发现了 你把你拍下 爆发 花了 你把你拍下 所以沉默成为反派的原因就是为了 为了林楠 我知道了 半夜三更睡不着 任思念猖狂 好好的一张双人床一遍共荡 五年前沉默为了保护林楠 改变了自己的容貌 打掠了反派的内部 所以 林楠也知道沉默所付出的一切 就这样 林楠跟沉默 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 终于写完了 不对啊 怎么和你聊完之后 我增加了这么多甜宠的元素啊 我告诉你 现在小时候如果没有情感线 是活不了的 嗯 社长 我新鞋的张姐已经上船了 晚了半天深秒欠阳 陆总 车到了 张师傅在楼下等您呢 你不休息啊 你以为 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闲啊 你这人 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哎 陆总好 陆总昨晚是没有休息好吗 嗯 没事 只是昨晚写了一首小说 有点累了 写小说 哦对 老陆昨天等了你一下午 这下他也急了 昨晚还跟我打电话说 咱们公司投资的占股比例 可以再商议 陆总 这招可真高 既然这样 对啊 再穿她一穿吧 好的 对啊陆总 今晚的酒会 我都帮您安排好了 韩小姐会陪您一起出席 好 谢谢 陆总 知道了 都市长怎么还没醒啊 哎 社长 我新写的小说已经更新上去了 什么 解约 哎你听我说啊 我实在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 所以才晚交稿的 喂 喂 喂 姐 社长去三家酒会了 他现在在哪儿啊 我去找他 西岳大酒店 你要不要陪你去啊 不用了 我去找他聊就行 师傅 去西岳大酒店 你看 洛言 等你好久了 我们进去吧 陆总 好久不见了 真是好久不见了 庞总 二位 郎餐女貌 珠莲碧盒 真是让人羡慕啊 庞总这几年在餐一夜的成绩 才真是让我欣赔 哪里哪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陆氏集团的发展 才真的是如日中天啊 哎 杜社长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新的张杰已经上船了 交往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我现在没空 哎 我也是按照您的意思去修改的呀 要不先看看吧 我看看 苏简 你倒是仔细看看你最新张杰的评论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好意思说 这我让你改 你干嘛呀你 大白天碰腿啊 什么东西 都怪你 现在你也应该明白吧 你根本就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解约的事呢 回头我让陈小姐联系你啊 你现在啊赶紧回去吧 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呢 我好吧 你收着 收着 收到我 要虽然 打扰 托開大人 那只想找到你藝靠见我 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银楼 你剧板的橱钢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约海又笑 你剧板的状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错人了 没有谁能退到 想对你一直靠 不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许你来找 我爱你 你来找我 只是你去找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爱你 你去找我 我爱你 你去找我